我們書洞基柱就知道會不會有原來或是多不多 那是小賞的意見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請台大長官 回應上一位 我不是交通專家 但是我可以講交通 剛才我聽到朋友們說 哪來的正義 大道路 六線道 福德街 八十四項 那麼窄 好 我現在來談交通 包括各位講的停車位 這個地方我常來 台北的公共住宅 將會以法定停車 含機車設置 它都是大家都可以停的 各位去想像一個狀況 倫敦有沒有發展 有 東京有沒有發展 有 每個城市都有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城市 開始開發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 拓寬道路 沒有 意思就是說 交通是個非常科學的根據 它有停車 它有時段 它有交通耗制 就是 講到環評 我剛才說了 環評的委員 非常嚴格 交通沒做好 他不會讓這個案子 通過的 兩千八百戶如果太多 不用各位講 它會降下來的 還有一個最清楚的事實 這個案子 依法不需要環評 柯市長說 即使依法不需要環評 我們要環評 所以我覺得各位今天很多的疑慮 環評 公聽會的時候都可以提 你知道環評的報告 那是像電話部一樣厚的 那多麼嚴謹 所以剛才市長也說了 今天是個溝通 第一點 第二點 我其實很想要跟各位講一個事情 今天這個場合 我是資深台北市民 我從來沒有見過場合 這種場合 我也沒有參加過這種場合 各位 你有參加過這種場合嗎 我覺得不多 為什麼 資料都帶來了 圖都帶來了 而且我剛剛說 沒有花一億的規劃費 這個是府裡面的自己的人 自己的時間 做該做的事情 所以帶出來 該被罵就要被罵 因為我們是真的帶實體來跟各位討論 可是當最後要開始進行的時候 有專業建築師 專業營造廠 專業的交通顧問 全部到位 那個時候是更進一步的討論 所以各位現在講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不擔心 不是說我來自業界 我知道程序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我好高興今天聽到很多負面的意見 負面的意見都是記錄 然後開始進入環評的時候 都發局會製作這些負面的意見 真正有資格 有能力做環評的公司還沒有出現 那是一個高金額的專業委託 各位給我們時間 另外 我要講的是 再回到今天為了那個第六棟沒有拆的建築物 花太多時間了 而且我建議不要再提了 因為99.99999的意見都聽到了 而且給我們時間 我們知道該怎麼做 那有關通風口 我不是捷運局的專家 但我也可以回答那個問題 不會把一個廢棄對著任何建築物吹 那是不應該的 抱歉我替你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而且真的進到環評的時候 環評委員比各位還嚴格 所以我才不擔心呢 因為不可以做的事情就不會做 市府怎麼可能會把通風口對著你家門口呢 當然不會 不用擔心 但是我講了那麼多 絕對是這個所有的程序都在走 今天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我們看到了議題了 而且張先生您剛剛說 過去聽過四次 但我非常清楚 過去四次的資料 我說以前的市長沒有那麼清楚 今天就是很清楚 各位看到的疑慮 我們會反映 還有環評 還有建築物的都省 還有建築物的建造執照 還有建築物的交通影響評估 都會一路過來的 最後 嚴肅的議題 我是台北市民 我太知道每個地方的人的想法 我覺得回到五萬戶兩萬戶需要不需要 這位大哥 我覺得 你搖頭 我點頭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的年紀 我親眼的感受到買不起房子的年輕人的痛苦 我覺得需要 而且我清楚的跟你講 不會變文字館 因為台北需要以興隆一起 上個週末我站在那邊 真的是感動 你知道嗎 現在以登記量已經超過數量的五倍低一點 台北人真的需要 因為過去是零 但是我覺得你也不瞭解 我也不瞭解 真的有人需要 因為世界上每個城市都在做 當然那個議題太久 那議題太多了 但是我個人 接下來是我個人 用台北市民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如果是周圍的容積 三百五四百 然後這個變成一個大公園 你要問我它是不是社會正義 我覺得你不要問我 千萬不要問我 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 我來了那麼多次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開發 這個開發 在市府目前的規劃裡面 真的用最大的誠意 希望它是公平的 它希望它是正義的 同時為了很多人 那剛才有朋友直接說 府裡面 都法局有沒有考慮這邊的人的感受 當然有 不然不會來 好不好 那如果您要發現 我建議它也是等級 因為我們時間還要繼續 謝謝 抱歉 我這裡剛剛提的問題 第一個 將來這綠帶的管理單位到底是誰 沒有回答我 如果是政府單位 它可以用可以幹嘛 如果是這個建築物的 我們市民可以享受嗎 我們要幹嘛 我們都不能用耶 當然可以 好 抱歉我剛剛回答你的問題 我建議你不要生氣 因為 因為 真的 大家有很高的誠意 想要把事情做好 真的 拜託不要生氣 那我要說的是 您剛剛說 小孩子哪來當球間 哪裡打籃球 當然有 只是今天這個階段 不是討論那個議題 那麼大的空地 60公尺 乘以270公尺 怎麼會沒有當球間的地方 可是今天還不到細節 不是 空間在哪裡 不是地帶嗎 不是 這位先生我已經回答了 我要說的是 今天不是一個專業的 要執行的單位 今天是一個初期的討論 所以支點面積 而且我說 從來沒有一個市府 包含紐約市 是這樣子的方式 讓各位評論我們才看到的 我絕對沒有耍嘴鼻子 我現在告訴你說 會有當球間的地方 會有公園 會有水池 但是不是在這個階段 提議 我真的想要說的是這個意思 今天只要告訴各位說 它高達40%的比例的空地 台北沒有嘛 你不信任 你不相信 這是你的權利 但是 再回來的時候 會再有細部 同時在環評的時候也會有 同時在建築設計的時候也會有 這個有程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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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們把所有的發言 他沒有回答我 我只是問你 我希望這些東西不要來 然後把載體下降 所有的影響就會減少 那這位大哥 我可以不可以問 是不是在場的人 都不想要一個方便的行政中心 大家不想要有一個可以在照顧災難的應變中心 現在就有離不是沒有 而且是很近啊 好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就算你搬過來 那原來的地方幹什麼用 那我們知道 而不是說把一些東西搬過來 然後增加我們的負擔 然後那一根下降 這不是一個公不正義的階段 那我就跟您說一下 那個地方裡面的人 上班的人 也是我們的台北市民 那個地方是海沙五 海藥拆掉 那以後要幹什麼用心的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現在在進到 那個進到市都委會 他會根據信義計畫的三通計畫 做那個地方的規劃 你誤會啦 我跟那個意思是說 我們廣執喔 保持225的建立力 不是農機力啦 那把那個350多的部分保留 對不對 旁邊這個私有地下去 整個推動混根 保留在上面 棋位這樣混在一起這樣 這樣有什麼好處 各位我們在做今天的發言 我們都有納入紀錄 今天如果來不及 我們會再進入 這個好處是這樣 就是一個中紀載的性質 不管現在以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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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專案怎樣 起碼你這樣 一個公共設施很好的 旁邊這個公宅 一定有人要來住 好 各位大哥 我們後面還有十位要發言 整個去推動 那個 用那個 再會 今天 公司 即使今天沒有回答到 也會出面回答 因為還有十個人要發言 謝謝 因為連續你們每一個人都問了 整整六個問題 這樣對後來的朋友也是不公平 謝謝